近年多了不少朋友都喜歡戴Smart Watch 除了貪他們有齊傳統手錶的功能之外 還可以透過它 看到更多關於自己身體的資訊 錶款有不同的形狀 錶面亦可以隨喜好個人化 就好像Phoenix 7X Sapphire Solar 和Venu 2 Plus這兩款的家民產品 就是專業運動和型格休閒的Smart Watch代表 在功能上除了內置不同的傳感器 進行健康監測和GPS定位之外 續航力的表現更加令人讚嘆 今集就和大家上手示戴一下 在開始之前先多謝值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r就記得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今天測試的這款黑色Phoenix 7X Sapphire Solar 整體的錶身、外框以至是錶帶設計 都帶有強烈的運動氣色 如果覺得黑色太沉實的話 都還有白色和灰色可以選擇 1.4吋的錶面戴在男士手上就顯得剛剛好 而且錶帶夠闊 不會有勒著的感覺 女士的話就建議可以選Phoenix 7X 錶面只有1.2吋 就適合手腕比較小的朋友 操作方面 除了Touch之外 機身亦保留了實體按鍵 在做運動時就可以直接按鍵 準確操控 以防手看會誤觸屏幕 這款錶更加符合均Quimus Standard 810G的標準 可以在高溫、低溫、溫差大、濕度高 及多沙塵的環境下運作 同時有理想的內震及擴跌能力 在做極限運動時就更加得心應手 在續航力方面 它配有大容量的電池 加上可以將陽光轉發成電量的Safire Solar的面 及Power Manager 在智慧模式之下最長可以用到37天 現在這麼輕行山 GPS可以說是必備的功能 去到哪裡都可以定位自己確保安全 而這隻Build更加可以下載世界各地的TOPO 滑雪場及哥爾夫球場的地圖 在沒有網絡的情況下都一樣可以定位及穩路 還有一個挺有趣的功能 就是內置LED的電筒 在漆黑的環境下絕對可以大派用場 而另一隻要介紹的就是擁有1.3吋錶面的Venue 2 Plus 它採用了窄邊框的設計 而我手上這隻就是以米白色的錶身 配上金色的錶框 加上這條很舒服的直膠錶帶 外形相當時尚 還可以隨時轉換其他錶帶 例如皮革等等 無論是穿上班衣 還是出街衣都可以搭到 而且錶身輕型 女生都適合大 如果不夠搭的話 都還有其他顏色及錶帶 可以讓你自由選擇配搭 同時錶面採用了內掛強化玻璃 Gorilla Glass 3 而AMLAC的螢幕支援衡量模式 在烈日當空之下 都依然可以很清楚看到時間 步數及心跳率等等的資訊 還可以透過Connect IQ Store 去下載錶盤及不同應用程式 做到更加之個人化 而今次Venue 2 Plus最主要的升級 就是內置了收音咪及喇叭 可以用來講電話 另外亦都支援Siri 及Google Assistant 方便操作日常的指令 還支援Spotify及KKBOX 而續航力方面 一次充電就可以用到9天 免除每天都要充電的煩惱 我自己就覺得很夠用 剛才介紹的這兩隻手錶 都可以在大家減零的APP入面 用積分免費換零 甚麼是大家減零的APP 它就是一個運動加獎賞的手機程式 應用了家民有份研發的 生理年齡模型BAM演算法 就可以幫你計算出 因為健康生活行為習慣 而令到你的生理年齡 比起實際的年齡年輕了多少 而成果就可以在這個APP看到 兼且賺積分 那怎樣才可以賺積分呢 就是要靠自己努力動多些 如果你本身都有用開智能手錶的話 只要連結Apple Health Google Fit Gamon Connect 或者Fidbit的話 APP就會幫你同步入面的健康數據 包括步數 心率 動態卡路里 BMI 以及睡眠時數等等 然後幫你計算出你的減零成果 成果越高就代表你越健康和年輕 相對就可以賺多些積分 為了鼓勵大家 就給動力你們動多些 儲到的積分 除了可以換領各款的家民手錶之外 亦都可以換領不同的優惠券 目前已經有多達50間合作夥伴 進駐大家減零 並且有多達100種電子消費券給你換 包括超市 電器經銷箱 餐飲店 以及運動用品店等等 詳情就可以看下面條link 加盟的智能手錶 有運動款 又有休閒款可以選擇 續航力夠長 加上有GPS的功能 可以說是做運動和日常生活的好拍檔 現在只要努力做多些運動 還有機會用積分免費換領 你們都一起Download大家減零App 邊做運動 邊賺積分 你們又會想用積分換哪隻手錶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們知道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Subscribe 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Bye Bye